原子弹事报成功后 毛主席却遭到美国记者的有意刁难 当年在得知我国原子弹事报成功后 美西方国家曾一度产生了巨大恐慌 由于害怕一些西方国家 会因为核武原因而在立场上倒向我国 美国有意封锁了这个消息 且有意进行抹黑 称我国压根就没有核武器 为了向世界传达 我国已经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消息 周总理在第一时间请来了美国记者斯诺 希望能通过他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世界各国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斯诺再见到毛主席后 第一时间却是出言调侃 而本是一句无心的玩笑话 没想到毛主席的回答 却再次令斯诺佩服的五体投递 那么斯诺究竟问了什么问题 毛主席又是如何回答他的 1964年10月16日 位于新疆罗布泊的无人区内 在一声巨响之后 一朵铺天盖地的蘑菇云 昂然地在空中升起 这一刻 驻守此地的几十万解放战士 科研人员都无比振奋 他们欢呼 拥抱 流泪 数年的艰辛 苦难 在此刻烟消云散了 因为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二战时期 美国为了减少军队的伤亡 且逼迫日本尽快投降 分别向广岛 长起两座城市投放了原子弹 这是核武器 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登场 可这第一次 却狠狠震撼了整个世界 在当时 谁也无法想象 两颗小小的炸弹 竟能将一座城市移为平地 无数的生命在瞬间被剥夺 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 在爆炸中成了粉末 就在美国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后 原本还叫嚣着 要全国遇碎的日本 在仅仅七天后 便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自此 原子弹凭借其巨大的威力 破坏力 令无数人为之恐惧 而且也成为了一种 国家军事间的战略威慑武器 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后 毛主席曾对这种毁灭性的武器 做出过评价 而多年后 我国原子弹事报成功 斯诺受邀来到中国后 便开始调侃到毛主席当年的言论 那么 伟人当年对原子弹 究竟持以什么样的态度 当年 就在整个世界都沉浸于 对原子弹的恐惧时 毛主席却一反常态地 称原子弹不过是只老虎 不足为惧 而毛主席在讲出这段言论时 斯诺就在身旁 那么 毛主席为何会将杀伤力 如此之大的原子弹 讲得这么一无是处呢 当时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 而蒋介石 由于实施亲美政策 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因此 党内许多人都十分担心 毕竟两颗原子弹爆炸 才刚刚过去不久 大家怕一旦国共开战 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 很有可能再次动用核武 对我党进行打击 这个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此外 国民党方面 为了更好地亲近美方 不顾历史事实 在我国境内大肆宣传 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 蒋介石想借此方式 在国内制造出亲美的风气 从而达到讨好美国的目的 然而 众所周知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 美国的原子弹 只是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真正的原因 还是千千万万 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 无数的抗日先烈 用自己的生命鲜血 才阻挡住了日军的侵略步伐 保卫了自己的国家 而国民党做出如此行为 不仅贬低了中国军民 对抗战的贡献与牺牲 还严重打击了 我国人民的自信心 因此 毛主席认为 这种亲美贬中的风气 必须要扼杀 不能让千万中国人 失去了对国家 对民族的自信 更不能磨灭了 无数牺牲在抗战中的 烈士们的功绩 在这种背景下 毛主席面对全国 发表了著名的直老虎论 毛主席认为 原子弹很强大不假 在战争中 武器装备也确实非常重要 但这些都不是战争胜利的 绝对因素 真正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只要人民团结一致 充满信心就必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此外 毛主席还称 不光原子弹是直老虎 所有的反动派势力都是直老虎 所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就一定能够打倒他们 而历史的发展 也的确验证了 毛主席长远而又精准的政治目光 解放战争中 解放军战士 背靠人民的力量 用落后的武器 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打到了台湾去 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抗美援朝中 面对强大的 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中国志愿军 照样将他们打回了三八线 并最终迫使美军 主动停火谈判 哪怕面对迈克阿瑟 使用原子弹的威胁 毛主席依旧没有一丝害怕 并讲出了那句豪情壮志的话 你打你的原子弹 我扔我的手榴弹 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主席用一次次的实践证明了 在人民面前 所有的反动势力 都是直老虎 但也有很多人质疑 既然毛主席不怕原子弹 那为何我国后来还要大费周章的 去制造原子弹呢 因为面对外界一次次的核威胁 毛主席也意识到 原子弹在战争中最大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威慑 当年 钱学森在寿命研究核武器时 对外界的质疑 做出过这样一个回应 有剑不用 跟手里没剑 是两码事 原子弹存在的真正意义 并不是战争 而是威慑 一个国家只要拥有了核打击能力 不光能极大的提升国际地位 还能在很多博弈中做到不战而胜的结果 做到用最小的代价 达成最大的目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年的抗美援朝 美国之所以最终没有动用核武 极大程度是因为苏联的影响 因为美国明白 一旦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投放了核武器 那么苏联必定会采取核报复 这种后果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也正是美苏之间这种核平衡 才令我国避免了巨大的伤亡 可如果当时没有苏联的制衡呢 所以毛主席明白 中国不能永远把自己的命运 放在别人的手上 中国也必须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我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后 斯诺便就毛主席当年的言论 再次询问道 您如今还觉得原子弹是直老虎吗 面对斯诺的打趣 毛主席笑道 当然原子弹很可怕 但从某种意义来说 它依旧是直老虎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战争 实现永远的和平 而到了那时 原子弹自然也就被消灭了 那它可不就是直老虎吗 听完伟人的言论 斯诺被深深震撼了 他没想到自己随意的一句话 毛主席却能上升到如此高度 可见伟人思想格局之大 我国一直主张和平发展 也只有和平 世界才能有未来 愿天下永无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